下面这个故事叫朝鲜女人 这是日本鬼子在东北横行时发生的事 二姨亲眼看见野仙家 用法术庇护了一个被日军追杀的女人 二姨的屯子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还挺近的 所以对日本人并不陌生 日军驻东北的前妻是不太骚扰贫民的 甚至军队路过的时候还会给小孩发点糖吃 这在他们军队里称作奴化政策 对外呢则称是亲民 但这都是表面的假象 他们的内心里压根没把中国人当成人看 但他们也知道 如果把附近的村民给惹怒了 他们的局面会变得被动 本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 大家表面上相安无事过了很久 这期间日军用来实验的马路大 都是外地捉了没有情报价值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 以及各类的知识分子 还有少量的朝鲜战俘 金英鸡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朝鲜人 他的父亲参与了抵抗日军的行动 于是他们全家就都被捉住了 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关押期间就被折磨至死 他本人也遭受了非人的对待 具体的我就不描述了 大家在各类电影中已经知道了日军的残忍 后来他和父亲就被押到了731 日军喜欢用远处捉来的人 或者不会说中国话的人 这样他们的秘密就不会被泄露 他父亲很可怜的被各种病毒试验折磨得非人非鬼 而英鸡却很幸运 除了冻伤试验断了三根手指 当然我们只能用幸运这个词 因为当时有个鬼子军医看到金英鸡 看上去十分像自己在日本的妹妹 于是这个禽兽的人性稍微恢复了一点 没有拿他当伤寒实验的试验品 在那个吃人不土骨头的魔窟里 进去了想活着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金英鸡唯一有的本钱便是身体 可是这具身体早已被折磨得千疮百孔 日本人也早就没兴趣了 英鸡也就放弃了自己生的希望 只想来个比较快的死法 不要像父亲一样被各种病菌感染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天英鸡的同狱要被拉出去做试验 正往出提人的时候 外边的警报忽然响了 于是几个鬼子带着那个人匆忙离去 他竟然忘记了锁门 英鸡惊恐的小心跑出去 一路上竟然没有看到看守 想必是警报让那些日本人全都集合起来了 外边刺目的眼光让他很不适应 应该是发生变故了 值班的鬼子撤了一大半 英鸡趁人不注意 滚到了实验室的残刺品中 所谓的残刺品就是被细菌实验后死掉的人 这些尸体会集体堆在背径处的一个大坑里 一天有固定的时间 或者是烧 或者用酸来溶解 不要问我英鸡为什么不直接跑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英鸡逃走的瞬间 根本没想过会发生什么 躺进死人堆 才开始考虑是烧死疼还是硫酸疼 但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被许久不见阳光温暖的照射 这么死了也值了 英鸡迷迷糊糊的躺着 就这么昏睡了过去 傍晚 两个日本鬼子过来搬运尸体 其中一个年纪大的偷懒 远远的让另一个年纪小的搬 年纪小的戴着全副的面具 粗暴的把英鸡和其他几具尸体 拖到车上 准备运往后面的火葬室 现在大家去731纪念馆 还能看到这个火葬的地方 听说烟囱的内壁都被石油浸透了 英鸡就这么装死的等着 这个日本鬼子可能是不满意 为什么自己要被支持 于是嘟嘟囔囔的 不肯迅速的推过去 临近半路 还扔下车子跑到墙根下去小便 英鸡便趁机逃到了探照灯 照不到的黑暗处蹲着 又通过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土豆 钻出了重围 这些都是口述 我觉得不可思议 至于真实度 现在呢也无法查证 于是金英鸡开始没命的跑 不变方向的逃 白天就躲进包迷地 晚上继续跑 日本人发现有人越狱逃跑 怕自己见不得人的秘密被泄露 派出了几个分队前来追踪 几次英鸡都差点被捉 但是他命真大 全都躲了过去 这一天晚上 他终于逃到了二姨所住的屯子 十几天的逃亡 已经耗尽了金英鸡的体力 他不顾被发现的危险 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囤子里的一户人家 这是刘奶奶家 刘奶奶早就去世了 家里的保家仙 由刘婶继续供养 刘婶此时年纪已高 人老了较轻 只听到外边扑通一声 觉得好像是什么人翻进了帐子 于是叫起了刘根 就是刘婶的儿子 叫他过去看看 刘根起来一看 只见一个姑娘家血迹斑斑 蓬头垢面的躺在院子里 于是连忙招呼着 将金英鸡抬进了屋子 灌了口热水 把他弄行 可是英鸡是朝鲜人 不怎么会说汉语 仅仅是在监狱里 跟同狱的中国人学过几句 比喻了半天 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终于英鸡蹦出了一个词 把杆 然后比喻着要杀自己的样子 刘婶明白了 这姑娘是被日本人迫害了 这说啥也得救 只是日本的搜人 要是搜着了 连自己全家都得跟着遭殃 自己这老骨头死了不要紧 儿子孙子可是刘家的一脉香火 剁了根可怎么办呢 刘婶于是恭恭敬敬的请香 问问仙家怎么办 其实 当这个战士打起来的时候 白家仙就托梦告诉刘婶 以后他要进山了 事都太乱 他不准备在人间修炼 但是这次刘婶一请 还真请下来了 老仙啊 没上刘婶的身 而是上了他儿媳妇的身 听爸刘婶的问话 老仙慢慢悠悠的说了 我明白了 是要救人一命 行善积德是好事 可以做 我会护着这个女娲 那些野人 啊 就是白家仙啊 管鬼子 叫野人 那些野人杀戮气太重 老远我就闻着了 明儿赏话 他们就到咱屯子 到时候 你们按照我说的 把这女娲藏起来 神也别怕 只要过了晌午 他们查不着 这女娲的命 就能保住 刘婶忙问 是藏在柴火堕里 还是藏在地窖里 白家仙都摇头 大伙都困惑的时候 白家仙 把藏女娲的地方一指 刘婶愣了 她媳妇指的 竟然是自己家里的葡萄架 刘婶喜欢乘凉 早些年 从山上挖了一颗山葡萄下来 就栽在自己家的院里 还搭了个葡萄架 这几年下来 已经长得郁郁葱葱 跟个小窝蓬似的 但是葡萄架在密时 她也遮不住个大活人呢 再说 这葡萄架这么显眼 日本人来了 她肯定要搜查 这怎么躲得过去呢 等再要问 老仙已经走了 没办法 刘婶只好嘱咐儿媳妇 给烧水 让金英姬 好好的擦擦身子 换下的衣服 扔到灶坑里给烧了 最后 让刘根一大早就起来打扫院子 并把家里的猪粪 撒在了院子外边的道上 这是为了躲开日本人的警犬 上午 刘婶更愁了 因为跟金英姬 没法沟通 她没法 将仙家的意思 跟她表达清楚 让英姬自己理解 藏在葡萄架底下 然后日本人来了 她不动 这可如何是好呢 幸运的是 英姬自己聪明 在刘婶的比划下 明白了 自己藏在这 比地窖和柴火垛都安全 而且表示 一定不声不响 一家人 就这么的忐忑的 等到了日本鬼子 英姬的味道 已经被掩盖的差不多了 鬼子也不确定英姬 是否在村里 但是赵丽还得搜索 搜到刘婶家 正是中午 一队的鬼子 踹开了院门 端着枪 就冲了进来 只见葡萄架旁 像是起了一层热浪 蒸腾着有些雾气 有些虚无的感觉 鬼子还是拿着刺刀 到处刺 柴火垛 白菜窖 都搜过了 正要往出走 一个鬼子注意到了 这葡萄架 是个可以藏人的地 于是 慢慢的走近了 英姬在里边 吓得面无人色 但是强忍着 一动不动 也不敢出声 刘婶一家 表面镇定 但心里都在念叨 老仙儿保佑 怪了 这鬼子 从葡萄架的门洞里 往里瞧 竟然什么都没看着 他就走了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么大一个活人在里头 就像引了身一样 英姬都感觉到鬼子的目光 烙在自己身上了 可他就像是穿过了自己的身体一样 鬼子什么也没看见 当鬼子撤了以后 刘婶才把已经下软了身子的英姬脱了出来 让她在炕上休息 刘婶特意支持刘根 去买了住高香 给仙家上上 让英姬跪下 给白家仙拜谢 白家仙只是悠悠的说了 不用谢了 不过是个障眼法而已 没啥大不了的 但是乱世之中 不是我们修炼人常待的地 以后这事 刘家媳妇 你也别管了 越往后死人越多 你呀 救不过来 这个功德 你能增寿五年 你这寿数是八十七了 老仙说的很准 刘婶正是八十七岁那年去了 英姬后来并没有在屯子住下 休养了几天 身体好了以后 她继续开始了逃亡生涯 不知道她后来 有没有回到她的祖国 估计她也会对中国 这种玄幻事件感到惊讶吧 救了她的是一条蛇精啊 二姨将这个故事告诉我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怎么相信 但是中国古代 就有诸葛亮用石头阵 抵挡几万大军的事 用的就是道数的迷宫阵法 和障眼法这一类吧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法术的 只不过都是失传了而已